距离总统大选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 可是在高雄却传出有里长是接获了中国的邀请 参加了五天四夜的厦门行 而且现任里长是免费 亲友也只要六千元 是远低于市场行情 中国厦门的土楼建筑是不少游客并看了旅游景点 现在高雄里长收到免费邀请 以参访的名义列出了五天四夜行程 包吃包住交通旅游线小费等等 一毛都不用付 看看行程 第一天先月山 第二天除了旅游 还有基层社区交流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大多也是看表演参观景点 旅行社预估 这样的行程市价大概九千多 而这个招待团 里长林园亲友也只要六千块 我是个人觉得这是一个统战 我相信这应该跟选举或多或少都会有关系 我也抽到讯息 邀约我自中国 上海 杭州 南京等地 进行基层交流参访活动 现场还有中国的官员会全程接待 邀请的对象 大概都是一些无党籍或国民党籍的 里长 这一次厦门团招待的旅行社私下表示 这是中国的同业请托帮忙找人 没有特别提到金额的上限 目前这个团成型的人数 里长加上亲友大约有十几个人 中国是谁出钱招待的 台湾旅行社并不清楚 而高雄议员拿到一份文宣资料 上面就大啦啦写了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预定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底 在福建厦门举办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博览会 甚至还指明他要找蓝的跟无党籍的里长 那我认为这个其实就是中国大辣辣的 在介入台湾的选举 至现在距离总统立委大选 只剩下了四十几天 这个时间点里长如果还要接受招待 人到端是否会被灌输 与选举投向议票相关的职力 进而左右选举 恐怕格外敏感 三立宣徐士庭和陈峰高雄报道 三立宣徐士庭和陈峰高雄报道